是不像除了你之外,每个人都很有钱。 看下你的朋友,同时和其人赚了很多钱,支付所有的账单,而且仍然能够负担得起每天的消费、 音乐会飞、度假和其他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正常预算。 当然,有人在苦苦挣扎,但收入和支出,和你相当的人似乎过得很好, 而你就在仔细动和你买送预算,几乎赶不想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这些是什么?他们真的比你过得很好啊? 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毫无顾虑。 其中一些因由令人大开眼界,我帮助那些人教实金钱,个人理财和投资方面的知识。 如果你有兴趣改善自己的财务前程,请好必关注我。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点激赞按键。 接受信用卡债务那些人想像的更为普遍。 根据银行利率的知,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持有信用卡余额,而且相当多的人对此不担心。 他们只是不关心信用卡债务。就好像他们用信用卡收取的费用比视为免费资金,不需要最终偿还那样。 不是每个人都对背负信用卡债务的想法觉得不舒服,很多人认为,如果他们每月只需支付最低还款额,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不幸的是,利率通常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之间,这样意味着需要很多年,才可以全量还清信用卡。 这个预为今日而生,的心态不谋而合。但是当最低还款额变得,都难应付兼顾每月你息号尽你的预算时会发生吗? 正是,因为有些人是个个月背负越来越多的债务觉得很满意,不是意味着他们过得很好,不理表面上看起来怎样。 看起来你同事在经济上比你做得好得多,好像很少关心金钱,你知不知道他们在工作之外,怎样度过时间呢? 他们参加派对,旅行和购物的方式是否,好像他们表面感富于风光? 当他们的身资水平和你相当的时候,他们怎样可能做到这一切? 虽然他们朝9万5的收入可能和你相当,但不是意味着这是他们唯一收入来源。 银行利率的一个研究发现,令人惊讶的是,39%的人有负业,平均每月收入800米。 在那些有负业的人中,只有一小地方人,真正需要这笔数来支付平时洗费。 虽然看起来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聚会,但请考虑下,他们可能在办公室回来, 是为了以另一种形式开始工作。 个个都会牺牲自己的生活来建立和维持自己的处境,这是一个片的真相。 考虑下你社交圈中的某人经常带着,似乎无穷无障的预算旅行, 他们可能将部分资金用于旅行,而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买衣服等方面省见。 相反,你可能认识一些人,他们的着装与无特相似,但他们完全不去旅行。 另一个可能最近投资了一栋令人惊叹的出租物别墅,但可能不明显的是, 他们现在出现财务紧张,用于其他活动的资源有限,兼够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们倾向于关心他人的身家,而不是他们的牺牲。 重要的是要懂得,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人会像我们,其他人一样进行权衡。 虽然看起来不像,但他们已经破产了,而你所看到的正是他们,希望你看到的。 在很多情况下,那些人会通过保持,紧要高支出水平来给自己感觉良好,从而获得成功的感觉,从而建立一个价账。 成功的定义是你可以浪费多少钱,对呀! 你看不到的是他,空空的银行账户,饱受折磨的社保账户,信用卡帐单和其他债务。 你看不到他们越配偶的争吵,或者不眠之夜。 那些人倾向于只是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生活中的高潮地方。 如果你根据那些社交短片,或者文章,或者微信朋友圈,形成自己的观点,可能会被你带来扭曲的观点。 他们可能会展示家长,新车和新衣服,但并描述出他们生活的全貌。 即使他们在你身边好像很开心,无忧无虑,但不是一定是真的。 没有人会在社交媒体上,或者向同事揭示自己的尖无掙扎。 他们会保持安静。 你只能够见到他们的积极一面,但请放心,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魅力。 那些看似经济范围,拿彩怀而不实,生活无忧无虑的人,实际上可能面临着相反的真相。 令人惊讶的事实,财富的体往往掩盖了财务困境。 这种现象超越了收入水平,表面就算是那些看似财富滚滚的人,实际上都可能在财务上远非安全。 富滚的幻觉可能具有欺骗性,因为有些人尽管表面上很富滚,但可能靠工资过活。 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可能不持续,因为对储蓄或投资几乎没有贡献。 为了取得财务进步,他们应该每月将一地方收入进行储蓄和投资,而他们的部分, 或者全部收入可能都比用来偿还债务和保持高端形象来表现得更好,被人带来成功。 不仅是因为某人好像很有钱,就说他们理所当然感有钱,而是要想这个事实。 他们可能是在持续关注,其财务稳定的洗肺。 重要的是要懂得,每个都是在独特的情况下,开始他们的旅程。 有些人得到了父母的大力支持,享有,担全部大学使用的特权。 相反,其他人在选择教育路时极其坏健, 选择最有成本效益的,或者勤工健学,甚至是晚上和周末,在不继续债务的情况下毕业。 某些人选择了替代路线,完全绕过大学,不敢光鲜亮丽,但经济上可行,至少继续初始投资的职业。 有些人大胆冒险创业,而另一些人就特意选择条件最低的工作,以尽可能降低成本。 对些人来说,适时进入就业市场都发挥了作用,有助于他们目前的地位。 尽管表面上看来是真实的竞争环境,但些人违去到这个目标,所采取不同路径,就绝非统一。 每人的旅程的差异凸显了识到那些人违去到现在的成就所采取不同路的重要性,真正的财富是沉默的。 那些浮华至夸的人,可能因为他们的奢侈行为,而显得有钱,但真正有的人觉得有必要取财。 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有钱和成功,认为正是为了被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洗钱或谈论一场大游戏没什么价值。 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更加愿意保持谨慎保守,避免不必要的关注。 当你见到有人摸彩,自己的财富时,值得怀疑的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好像他们所描述他的那种有钱,或者这种是一种表演。 通常这种是为了展示,他们真相的经济也好可能比你更大。 每人的情况不同,所以不要只是看表面。 将注意力集中在你可以控制的事上,并努力在自己的里面做出最佳选择。 都是看考虑持续将一个收益进行储蓄和投资, 这不仅可以提供财务保障,还可以为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 练习明智的收益和支出行为。 整成的习惯真的有助于奠定坚实的财务机, 这不仅是为了做出符合你长期目标的选择,而不仅是看上成功。 关注在有助于你财务健康的永续实践。 关注注缚和投资的渠道,让它成为一个稳定、持续的完全。 通过感状,你不但建立了财务成功的表象, 而且還積極教肩了一個淡定且有彈性的財務未來。 請記住,運氣一刀切的情況,通往財務成功的路是獨一無二的。